油麻地發生老人事件 今日十六日凌晨約五時半 一輛N23通銷路線雙層乘巴 在梅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壁街埋站上落客後 車長已開車繼續行程 後面一輛駛至白色七人車 而因被前面車輛了擋上行人路 要過另一輛巴士後再駛回行車線 繼而急速逃去 乘巴車身被七人車撞及輕微損毀 有巴士乘客拍下七人車上行人路經過 並將影片上載到社交網 據了解,事發前有四名大漢由七人車跳出 其中有人拔出利刀恐嚇行人路上一名男子 並將其強行拉上車路走 眾人到車逃走期間與巴士相撞 七人居司機懷疑情急之下,將車駛上行人路逃去 另有消息稱,受害男子早前於別墅 遭多名大漢挾持登上七人車 當七人車駛至近壁街,因前方交通燈號變行 七人車也停下等轉燈 受害人趁車上大漢放鬆警覺 拉開車門跳車逃走 為最終被大漢追及老回車內 執法人員接報封鎖現場調查 檢奏一對懷疑屬於事主的拖鞋 初步將案列作非法禁錮 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正追緝涉案人士及事主去向 暫未有人被捕 執法部門表示現已沉獲事主 並拘捕兩名男女 據悉受害男子有黑幫背景 而涉及黑幫毒品利益問題內行 而租協上車到一偏僻為之後 再被迫脫光拍攝裸照羞辱 就算了